谢谢啊 有的时候在台上跟朋友们啊 请来的嘉宾一起聊天 聊来聊去就聊得挺正经的了 我挺愿意的 但是呢 有一个话题得跟大伙说好了 因为每期来的嘉宾都不是我请的 为什么呢 你想啊 要我请只能请鱼签 我这个人缘你们也是知道的啊 说像呢 我请谁谁不来 演戏的吧 人家都挺忙 所以说我们这有专门 是负责干这行的啊 今天咱们请的什么嘉宾呢 今天找的嘉宾是玛丽和沈腾 哦 其实请的玛丽亚啊 玛丽亚是哪儿 玛丽和沈腾是吧 对对对 玛丽沈腾 这俩人我认识啊 这个沈腾呢 是我们在医院认识的 他那会儿说他沈腾 后来病好了 他改名叫沈腾了啊 其实他们俩人 我们好几年前就认识 以前做节目 是老在一块儿聊天 最近俩人越来越活 据说上了春晚了啊 其实我也上春晚了 你们看了吗 你们这么骗我有意思吗 我上了长春晚报啊 说了这么半天 其实这俩人早来了 前天就来了 在后台等着啊 我再不叫他们出来 够呛了就啊 来掌声有请 沈腾 玛丽 郭老师 沈腾好 莉莉在这儿吧 郭老师 你又年轻了啊 谢谢 哪儿说了一下 我怎么觉得瘦了呢 我说这衣服啊 真接不住 郭老师说话 你轻易别打茶 坐了坐了 别客气别客气啊 喝茶呀喝酒啊 沈腾 知名影视话剧演员 是开心麻花的灵魂人物 多部搞笑话剧的演出经验 让沈腾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而连续三年登上春晚小品舞台 也使好见的名字深入人心 玛丽 知名影视话剧演员 作为开心麻花的当家华诞 玛丽的表演自成一派 再加上靓丽的外形和十足的气场 可谓是当之无愧的 新进喜剧女神 2015年的春晚舞台上 二人合作的小品 投其所好备受好评 然而在成功的背后 其创作历程却是一波三折 因为今年是属于第一年 第一次被毙了一次 我们的题材 所以就是心力交瘁的 精神上高度的紧张 反正我是心脏命都犯了 就是压力太大了 我单位有个叫月云鹏的人 我们跟月云鹏很熟 所以他在春晚上的时候 见到我们最开始 他就说压力很大 我最开始以为他是说节目 后来说节目 还要过了春晚就要做手术 说的我心里特难受 然后因为会有后遗症 我怕做不好 他在后面这个地方 这这这 我摸一下 您摸一下 因为我知道我现在对着 又 它还挺大的 你这查过没有 我去看了一眼 不传染 在里面 你早说了 没事没事 不要紧 不要紧 不叫事 这个人呢 说句良心的话 你趁多少钱 有多的势力 其实都是假的 你到最后得落于好身体 一点都不假 今天这小品 说句良心的话 我没来机看 我都觉得不对 对不起 不合适 不看了 怎么着吧 这个年些事也多 孩子们拜年的也多 就给耽误了 他们刚才跟我说 说挺好玩的 是拍马屁的小品 是吧 对 有一个包袱是谁跟我说 于老师说 是郭麒麟说的 又说你翻得真好 说你那个 喜欢我 扣上了 那个不能说的 好姐 我现在拿你当自己人 我就让你看看 我马金金 是怎么一步一步 走到今天的 领导喜好图 我告诉你 我能清晰的说出 每一位领导的喜好 心做血型 生辰八字 这个 喜欢钓鱼 我就潜到水里 往他鱼钩上 一条一条挂鱼 这个 喜欢打麻将 我就把把拆听 给他点炮 这个 喜欢文文 我就把我太爷爷的舍利 拿来给他串串 这个 喜欢我 所以好健康 你走吧 走 因为像我们麻花 每一年的作品 有颜飞 彭大摩 这两个导演 他们连边带倒的 就每一个台词口 包括说这个语气 逻辑重音 都抠得非常的细致 他还是不爱说话 你快点说说吧 记得每次一聊天的时候 都是玛丽 跟着说说说 都拦不住了 然后 拦不住 也能拦得住 我是怕您尴尬 自己 我一点都不尴尬 没事 咱们坐仨中头 我一样拿钱 怎么还这样 生活中也是这么 单纯善良 你觉得这个词 是不是得多给我点钱 那你不了解他 怎么了 赶紧说两句 一会儿一会儿 啥玩意 一共一期节目 多长时间 等一会儿 我们俩等着 就是比如说 没有任何外人 比如没有观众 没有是咱们这样 就是你们自己人在一块 他是不是跟疯子似的 也不是 分分情况吧 看心情 心情好了 多理我一会儿 刚刚在化妆间 也是我们俩好久没见 过完年就没见嘛 我就是在乍乎乎 我在那说说说 说到最后 我看他在应付我了 开始跟我假笑了 我很敏感的一个人 那行 让他歇会儿吧 我真笑 又露褶 又露牙的 体谅 你知道那个吗 俩人一见面 哎呀 哎呀 真假 特别高兴 你见得我高兴 不是 他们都说你死了 你敢不给他来一阵 你看他管用不管用 是 今年挺成功 然后再到春节呢 有计划吗 现在计划有点早 但是作为我们来讲 确实 这一年不只是春晚 这一件事 春晚它只是 事业中的一部分 这个我上过一次春晚 我就挺了解这行 而且挺同情 所有的工作团队 太辛苦了 对呀 郭老师 你怎么不上了呢 妹子 你以为那会儿 我说了算的是吗 德云社呢 不是 如果说 要说今年 明年再邀请您的话 您会上吗 我岁数大了 那我特别想知道 就您演出这么多经验了 您上春晚的时候紧张吗 我不紧张 真不紧张 让你俩换个位置 这儿挺好 这儿得快 坐在这儿来挤 真不紧张 紧张是不紧张 我就上过一次 我记得特别清楚 明天要录被拨戴了 后天就直播了 今天告诉我要换个题材 有新的想法 要换一个什么什么样的题材 明天录被拨戴 后天直播 我今天重写了一个 就是那个白家子 这真正紧是紧在时间上 告诉我15分钟 但是那天由于 之前的节目一个一个拖 把我头上上告诉 可以给你17分钟了 可你要知道 我在台上没有俩小时 是不过瘾的 要在17分钟之内 这个艺术它是很科学的 这句话试完之后 我一定要等 可能要等三秒 等到于老师再回来 这之间你扔过去 我打回来 它一定是有个过程的 但在那会儿来说 没有 台下坐着一个人 拿着一牌子 还有三分钟 还有两分钟 还有多少秒 你就得看着他那个 我一边看他 我一边往下摘词 摘的时候 你这句摘来 还得跟下面能挨上啊 又现场创作了一下 所以还挺好 我觉得还挺开心 为什么呢 我们的台上经常也这样 我们这场几点下 比如三点五十我下来 后边要三点五十接 就一定赶在三点五十我得下来 但是它会破坏艺术的完整性 可是特殊的时候也没有办法 你们不一样 你们得连连去 我唱一回哲了 我觉得郭老师他们这个 说相声好像 我觉得更自由一些 不自由 你错了 你错了 包括你看他想说的 不是他想说的时间 他可以不说这个 那是我的技巧问题 但是我们小品就不可以 我跟你讲啊 你们比相声占便宜 为什么 唱歌跳舞 这都占便宜 因为不好挑毛病 顶多有时间问题 但语言这个节目 尤其相声会比小品更难 你好歹是演这个人物 这个人物 骂了一句 什么什么难听的话 可以理解 这个人物是个很粗俗的人物 他适合说 那么我要说这句 那就是郭德纲说的 那也不是 您的相声也是在演一个谁 你是这么理解 反正你也够让人操心的 你也说说我的第一印象 不知道当年那答备有多不得体 我就看着腾哥 我就说不说话 四个二 夜里三点半 他酒醒了 在家给我打电话 对不起 人打交道怎么就这么难 单独组建一个开心菊花 上节目看谁主持 我们还要 不能瞎接是吧 行了我知道了 布置低的有 你们二位认识 也是在麻花认识的吗 对 不是吧 你每一次做节目 这么多年了 都是我对你的第一印象 你也说说我的第一印象 这句话问的好 大胆说没事 大胆以后不来 没有就觉得他是在 我是在舞台上认识他 他在其他一个团队演小剧场话剧 我一看我说这女孩难得 完了之后 我就记住他了 之后我们那一戏 有一个女孩突然来不了了 我就让认识他的那个 我们导演那叫彭纳摩 完了我就说联系亚玛丽 我让他来 你之前就把人电话都要过来了 没有没有让认识他的人去联系他 完了之后这个他就来了 来了之后就再也没走 2005年 机缘巧合之下 沈腾遇见了还在小剧场演出的玛丽 而玛丽充满灵性的表演 给沈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也是之后 促使玛丽加入开心麻花的原因之一 也因此才有了十年后 为大家所熟知的小品搭档 而沈腾玛丽两人 谁也不会想到 这一合作就是整整十个年头 因为开心麻花 我在去之前我看过他们的话剧 他演的 太牛了 真的那个时候我是演小剧场话剧的 我当时看到那个满台的演员 我就曾经幻想过 我说如果有一天 我要是能站在这个舞台上 演一个小角色 我都觉得可幸福了 没几天就给我打电话 哎呦紧张的我 又兴奋一点 我说好好好 我去我去我去 没几句词我也去 去了之后 我还故意把自己弄得淑女一点 披着头发 换了长裙 见导演嘛 化了个淡妆 背了个小花 见导演怎么得导演成这样呢 对现在 不然哪有今年的小品呢 你们这个行业也腐败了 要正能量啊 我见他 然后那麻花排练厅的时候 在原先那个老楼二楼 腐败什么呀 你都不知道当年那答备有多不得体 这一搓人 那一搓人 我以为大家都在排练 我一看这边 打 四个二 打排呢 然后那边还有杀人的 然后说 我说导演好 哎呀 你好你好 来了 就是当时还真是看着我的时候还挺严肃的 我当时觉得沈端挺帅的 也要不敢多看 我说导演那我跟谁对戏 那边有演员 我说好 陪玛丽对一下戏 我就在这边对戏 一看过人家过我上那边杀人去了 跟那个杀人的团队 就特别欢乐的那么一个组 就这一下就呆下来了 对我一看挺适合我的 也不用功的 以后就没再这么淑女是吧 对啊 我从进了麻花就没再演过淑女 这个想过没想过 有一天换一搭档 没有 因为我觉得我也属于重口的吧 就是换 换了别人吧 这就是那句成语 一货找一主 严谨地出拉拉股 对 换了别人 我还真是不太适应 而且这么多年合作下来了 很默契 对 这就跟我跟千儿哥在台上似的 你不用跟他对 你眼神他就知道干嘛 对 肯定会接的特别好的 是 就这个东西是拿钱买不来的 对 而且很难得 我们每一年 其实春晚都会出现一些事故 但是是观众看不到的 第一年就是在直播前一天 我竟然上台断片了 我就看着腾哥 我就说不说话 然后他就 半天他就开始往下接 接完之后 哎呦 终于送了一口气 他又接回来了 然后我还是想不出来 然后后来就是 他又往后接 我下来之后我也没想 但是你要换别人的话 是不可能的 这个演员有时是这样 观众可能不了解 不管是说像 唱戏的 不管干嘛 只要是在台上 如果说是忘了 那死也想不起来 这好奇怪 为什么呀 一片空白 说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而且还有时候 比如说在台下想好了 这点容易忘 如果忘了之后 我就说什么什么什么 就把他折过去了 上去你就会说你那个 对 你一定会说你准备好了那个 对 这是心理学的东西 对呀 之后这个是 就是对手那个眼神 你是没法不帮助的 脑子一片空白 剩下的都是祈求 帮我接一下吧 求你了 我有一年跟千儿哥 千儿哥是晚上我们在北展演出 北展 然后呢 他中午就来朋友了 他是一个特别喜欢跟朋友喝酒的人 他一天啊 他能赶四回酒 就是 我一年在外边跟人吃饭 过不去十回 他一天就能四回 你想一想 打中午就跟朋友喝 他从头中午十点多就开始坐着跟大伙喝酒 喝到下午四点 他那个小助理 连他跟前那几个孩子 我那徒弟在跟前 不能再喝了 因为说话已经不挨着了 醉眼朦胧 没什么 就喝 我是因为晚上七点半开演嘛 我一般都是头六点 我到今后台 然后呢 他们告诉我好消息 于大爷给拉来了 你往常不会这样的哈 于老师来了 他进来了 喝水说话 于老师给拉来了 他什么拉来的 就他那车 我说那还行 我说那进来吧 进不来了 在车里睡着了 我说叫他醒不了了 喊着就听不见了 哎呦 我就不是怎么回事 他们说喝多了一点 多点多点吧 因为是这样的 一般这种演出的 我是第二个上场 因为三个节目 我是246 135是别的孩子们 我第二个节目呢 按规矩来说 我是8点 我就告诉头一场 我说你们再称一点 我说你大爷还没有苏醒 等他那麻油劲过去 我们再来 头场的孩子 按半小时准备了 就在台上等啊 等啊 说呀说呀 然后就看上场门 上场门好了 才能告诉你们 这俩孩子差点没愁死 终归把他弄来了 换好衣服 站在上场门那 就这一晚上啊 哪也不挨哪 我就救活下来了 完事呢 我回家了 夜里三点半 他就醒了 在家给我打电话 对不起 我喝多了 所以台上好玩的事 特别的多 你们有没有 补场的事 我们倒是也有一回 有个演员 是演一尸体之后 就在那睡着了 喝点酒啊 这跟于老师 他俩谁 谁别说谁 睡着了 睡着了之后 叫得还挺不乐意的 睡觉呢 成立于2003年的 开心麻花 首创贺岁舞台剧概念 并在此后的十年时间里 陆续推出了21部舞台剧 每部剧都引发了观看热潮 成为都市文化热点 为百余万观众 带来了无限欢乐 然而随着演出市场 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开心麻花 从前的舞台剧运营模式 已经无法满足 观众现如今的观剧需求 你从郭麒麟说 说他们给我票去看那个 开心麻花 我说好 我去去了给问好 不是他们演的 都是别人演的 说你们现在不怎么演出了 是吗 也不是 一些这个 玛丽还在 还在坚持 今年还在演呢 对 我是每年年底 会有那么一个月左右吧 回去演 一部新的画剧 腾哥是身体不太行 走哪儿都得扶着 所以画剧演不动了 我的天都到这个程度吧 我想到 你还想吃点什么 还让他们去准备一下 没事忘了 晚了 现在吃啥都是糟蹋了 不能这么说 就是什么呢 尽量多喝点白开水 吃青菜水果 你们这都是摆设呀 谁说摆设 你看 来 大哥你来 来给你来大个 吃没事 不要紧的 事那么啥事 吃吧 刚吃完一个 你再来一个 不要紧的吃 原汤化原石嘛 哎呀我的天 这个他们说 现在麻花演出的时候 是整体作战 同样一个 你怎么看乐是那样 没见我吃香蕉的 没见我在节目里吃香蕉的 来吧 录吧 来啥呀 那个他们说 你现在分成了好多队 同样一个戏 多数个组去演出 是吧 这谁出的主意 不是谁出的主意 现在是市场的需求 因为我们 毕竟不是满台都是孙悟空的 三刀六一币 因为你想这个 给大家带去更多的快乐 就要是麦当奥肯德基那种 这个就是跟相声的区别所在 相声就一定要卖角 观众他得知道 今天谁演 张三 张三我爱看 李四 李四不爱看 但是麻花这点好 是团体作战 看的是谁 开心麻花就好了 他并没有考虑 斐冰椅是张三演的 什么什么 谁谁 他不这么挑 这个对团体来说 是一个大大的有利的地方 对 这个运作方法不一样 挺好 但相声目前这么做还做不到 我其实也早就想到这点 就是05年04年 就所谓的郭德纲 刚红那会儿 天天德运市小区厂门口 人满为患 头天这个买票 都住在门口喜遇 早上起来上门口排队了 下午才开票 后来就是票贩子黄牛 从哪弄身制服来穿好了 跟他拉着警戒线 黄牛负责维持秩序 然后黄牛跟那卖号 你五十一百 后来卖的五百块钱 五百块钱卖你一号 你拿我这号 你有资格在那排队 所以说这个 你要自己吃一个 不是 我给他拿着吃 又嘴都漏了 擦擦口水吧 擦擦口水 吃点香蕉 避免嘉宾尴尬 真好 甜吧 还行 有点底气 有点底气 所以说这黄牛我们解决不了 咱就事说事 就是当时那会观众来看 后来我就想 这不是事 因为那屋坐满了 按规定坐三百观众 我们曾经在梅红之前 我卖过七百观众 你怎么坐的呀 罗着 不光是罗着 楼上没有包厢 包厢茶匙上坐的都是人 然后观众只要来 这一下午 一点多进场到五点多 你就不能走 你一站起来坐就没了 而且这么多人呢 这么多演员呢 要让观众也知道 来是来听相声来的 而并不是只听 郭德纲一个人来 就是今儿要有郭德纲了 那算超着了 要没有 我们也应该 这样还行 跟我麻花也一样 是吧 麻花就是 原先是好像 冲着这些演员 这几个元老去买票 那现在是 只要是开心麻花团队 那就行 也行 要是说有的话更好 没有的话 这也能 也挺好的 就是 这挺好这样 这个一块合作 这么多年了 想没想过 如果有一天 真是离开开心麻花之后 去干嘛呀 不离开 万里有益呢 没有 譬如说呢 别挑唆 譬如 你就是那个譬如 比如说 有一天 有一个更好的工作岗位 在等待着你 从开心麻花 给你弄出来了 你单独组建一个 开心菊花 开心菊花 我也不会起名的 就随便吧 以后上节目 看谁主持 当瞎节是吧 行了我知道了 素质低的以后 以后许单独也都谁 我批准再叫他们来 譬如说真是离开这个麻花了 这很正常的事 但是我们好像还真没有想过这个 因为我跟腾哥都是属于那种 比较简单的人 也比较懒 就是当选择了一个 无论是 说是工作单位也好 还是说 对象也好 就是不愿意再去 懒得换了 对 因为习惯了 大家彼此 我们跟开心麻花 就是像家人一样 沈腾玛丽都出身于话剧舞台 而近几年随着两人事业的风生水起 观众们更多的是在小品舞台和影视剧中 见到他们的身影 麻花话剧的铁杆粉丝不免心生怨言 质疑沈腾玛丽为追求物质名利 已经渐渐远离最初的舞台梦想 面对粉丝的抱怨 沈腾玛丽又会做出怎样的解释呢 包括前两年咱们做一个节目说 您就说我火了 其实我还那样 我那会儿也是骗你 好在我说出来 那我还兴了 都请来了 人和人打交道怎么就这么难呢 真一点就不行 现在行 现在是真的 过几年你能火 过几年 真火多火 其实是真的 尤其我觉得麻花 每一位这点上做的 我觉得都挺好 就是能够清醒的认识自己 再说你说你活也好 不活也好 其实都这帮人给你的 是吧 跟人家你还头不抬眼不争的 跟自己亲戚朋友 完了 每天就是这样的想法 白天可以干自己喜欢的事情 晚上去剧场演出 演完出回到家里面 但是其实因为我们现在拍戏 我觉得也是现实一点 就是你得赚钱 话剧赚的还是太少了 对 但我听他们说了 所有的小剧场话剧里边 最挣钱就是你们 我们是大剧场 所有大剧场话剧里边 最挣钱就是你们 对啊 他生活不太能自理 真的呀 对 我看说话什么还挺好的 说了说话 大伙去随便吃 你就认头投点钱 你怎么也是赔钱的 对吧 终于有人要你了 这个为民除害的人是 我呢一直暗恋他 没有追究 您是靠什么坚持下来的 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一会儿把生日钱都留下 你了解他不了解他 跟你骂他 没有任何的连载关系 你就是想骂他 现在出门前呼后用的 没有前呼后用啊 我感觉你有 我现在把那个回避牌 塑定牌连的伞都去掉了 现在好多艺人 其实也做着生意了 你们两位想过没想过 干点别的 开个酒局啊 那个什么饭店啊 卖个服装什么的 其实我是一直有 这方面打算 但是实时也这个 这个落实不下来 因为有 你比如说开餐馆这种东西 因为我喜欢大家一起聚 能有个聚点 你比如说茶馆 比如说饭馆 但这些东西你不亲力亲为吧 恐怕也很难给他做好 饭馆 现在我觉得得慎重考虑一下 是吧 饭馆叫琴行 你要想干饭馆 就除非是你也不演戏了 什么都不干 全身心的投入在饭馆里边 是吧 你才能保证不赔钱 或者你就像孟非似的 就开面馆 一碗面虽然几块钱 但是走量也挺好 也不错 而且来说这个太累 从上到下 从前面到后厨 一个钉不见 就赔得跟什么似的 我干过这个 但你说开一个 类似于快餐店那种 它又不是我的初衷 我的初衷是 大家又能一起聚一聚 又能那什么 你就找一房子 装好了 然后呢 配一厨房 大伙去随便吃 你就认头 投点钱 你怎么也是赔钱 对吧 你就不如明着赔 然后大伙来落你好人缘 也对 也对 你要指的挣钱很难 我们家以前我妈妈是做生意的 开餐馆的 后来我妈现在就是等于是 我跟我妈一起做了个老年公寓 在我们丹东那个太平湾那 但是呢 其实做了三年了 去年才正式的开业 我妈做的是半慈善的这种 半公益性质的老年公寓 所以就是太操心了 我妈这几年老了很多岁 所以我就说 我说算了 本身又不是为了挣钱 就是 我说你看 在照顾所有的老人心是好的 但是你跟我爸爸两个人 已经老的让我 我真的是自己偷偷的掉眼泪 跟腾哥我都说过多少次 我说对出去吧 我说真的 我们是 我跟他是一样的 属于心有余力不足 我除了演戏 我没有任何的精力 或者是头脑 去再去想这些事情 我有点难受 你吃完了我也挺难受 那都是我花钱吧 吃吧 对 所以说还是做不了 你说你的没事 我就眼睁睁地看着他 那先揉 揉完了再 你说的啥话 吃鸡子还是揉 吃吧 你都K开了 你都吃 拿你得给我拿走 我跟下一场的嘉宾没办交代 你尝尝这个 沈存K的 多吃点水果挺好的 是 在家吃不着 家来管着呢 不是他现在忙太忙了 忙得连吃橘子都没有 他媳妇管得管得厉害是吧 说到这了 你还是一个人吗 就很冒昧 没有啊 我有男朋友了 对 我还这么高兴 终于有人有 这个为民除害的人士 那个带就蒙了是 到过来好像还没找着合适的呢 上回三年前嘛 那会还没有了 就上了你的节目之后 人家一看 说郭老师都提说话了 他是没听出来 我那话里话 这个方便透露吗 他干什么工作 也是我们麻花的演员 你这窝边草了 对没办法 你是个懒兔子 就算上了 你连自己也不放过 那挺好 那挺好 对 挺好 方便 方便 不光是方便 他的理解 对 你是找一个外行人 看你一天到晚 跟郭这么忙 那挺好的 所以还没对外公布这个事了 没有 这个人也有名字吗 没有 没有 业生的 真好 你又正式开始交往是吧 对 见家长了吗 见了 那挺好的 什么时候准备大牌宴宴 看郭老师时间呗 我拿回头 那就算了 我去不了 你要结婚 你一定告诉我 好好好 告诉我 我得上现场去 我看看这个受害者 咋场了 我看看这个受害者 安了一下 我怕他跑了 跑了一额上 你怎么包这么半天呢 那个橘子费这么大劲 这橙子 橘子都是早入口了 真的呀 何不吃 你受伤 吃一个吧 郭老师 给你单位 他很少包橘子 真的呀 很少能看上生 谁让他包啊 他生活不太能自理 真的呀 我看说话什么 还挺好的 除了说话 除了揍嘴之外 吃 你吃完没事 我再吃 真没事 有事也没那么快 这是打开心橘子 来的这两位 甜吗 还行是吧 你看 这会叫批评 我们的这个道具了 你说你说扔 我说别扔 有用吧 你看了吧 这个听到一个 特别好的好消息 就是你们拍大电影了 对 来吧 说说正事吧 我们今天也拍了 我还找你呢 你时间对不上 你刚才开场玩的时候 是不是拿画点的我们俩 我没有 我没说那话 你看郭老师点的我 真的是因为时间上 因为我给的时间 你那边不行 是 后来我说怎么办呢 都他们说 因为你我这戏要少卖2000万 不是 他们说多少钱 我说郭老师的戏 一分钱不要 不是 你得交钱 因为这也没商量了 对 因为以前也是 每年影视剧都做 就让人拍戏 所以就找你 就是这个戏 是第一个戏 我要幸福 然后就是小人物立志的故事 当然我就觉得 我得请一下 沈腾先生和玛丽女士 会让我们这个戏 彭壁生辉 结果两位时间对不上 可能也正是跟春晚 什么的 就就 呛上了 下次吧 下次下次下次 说说我们的电影 你们这电影是怎么回事 我们电影恋了 那你们电影别找我 我也不去 拍完了 万幸 是开心漫画的公司做的是吧 对对对 那好 是根据我们的话剧 下落特烦恼改编的 而且我觉得改编之后 比话剧本身还要好看 那很表现的形式不一样了 但是他 但是他毕竟还是隔着 还是没有直接 没有直接这么沟通 更过瘾 但是虽然难 但是还是做到了 现在所有给我们做后期 包括宣传的人 所有看过片子的人 都觉得是一部 非常非常好的电影 所以给了我们 因为他们都是大家 给了我们一个 很大的一个信心 这大概是个什么故事 我也没看过你们这个现场 大概是一个 通过一个穿越 想完成一个 自己最初的一个梦想 彭哥演下落 这个人叫夏洛 人叫夏洛 特别烦恼 特烦恼 特烦恼 这是我们俩的巨照 我们是同班同学 我呢一直暗恋他 有点出息 没有追究 其实还是一个爱情片 因为这个 现实生活中 我俩结婚了 但是我在校园里面 一直有我的一个暗恋 的一个对象 通过那个 我暗恋的那个 那个那个 对象 我们毕业了 N年以后啊 他结婚了 我们都去参加婚礼 我在那个婚礼的现场 就喝多了 之后就穿越 穿越到这个 上学时候 我就想重新追他 那其实整个影片 是想告诉我们 珍惜身边人 非常有意义 而且非常好笑的一个电影 所有的演员 都是开机漫画的吗 基本上 90%吧 有几个是外情的 有没有什么大咖来助演呢 李立群老师 我认识 李先生 很好 戏又好 这个又会抖包 我觉得非常难 特别好 非常难 我麻花今年好像 还是希望说是 都用我们麻花团队的 自己人 虽然不是什么 特别有名的演员 但是我们希望 我们用自己的这个演员 我们自己的风格 给观众呈上一部 非常专业 非常好笑的一个电影 谁导的呀 颜飞 彭大摩 也是麻花的 我刚才说这部 这部话剧的编导 他们俩自己导的 对 那挺好 得心手 更熟悉一些 自导自编 了不得了 挺好 今天沈腾玛丽两位来了 我们这不叫做节目 就是朋友做块聊天 能说的不能说的 只有自己人在一块 才有这个状态 有时间就常来玩 另外大伙记住 看看开心麻花的电影啊 夏洛特烦恼 对 好 再次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郭老师 谢谢郭老师